因妻子的浪漫旅行,而被广泛关注观众的程丽莎,真的是越来越让人喜欢了。 不但颜值高气质,也很优雅,不管走到哪里,总是能引起别人的目光,而她的老公郭小冬,也直言是爱她的优雅,而就在程丽莎李歇纳等人一起去欧洲旅行的时候,就发生一件事情,那就是在街头程丽莎被一位帅哥搬场求婚,而那位男生先是将自己手上戒指,拿下来问程丽莎喜欢吗? 看到帅哥拿下戒指,之后程丽莎蒙圈了,一时间不知道如何是好,好害羞的在原地转圈圈,估计是从来遇到过这样的事情吧,毕竟自己的老公郭小冬,从来没有向他做过这件事情,看程丽莎害羞的样子,男生就更是乘胜追击的直接担心跪地还将戒指取起来,搞得程丽莎不知道怎么办, 真没想到在国外能遇到被现场求婚,真的很开放,但是程丽莎毕竟是有老公的,他一定也不会接受,而一向鱼目脑袋的郭小冬,也在观察室中坐不住了,并且还将自己的脚抬起来,直言又是他在现场就直接一脚,随后还说来了一个过肩衰, 看这样粗意到发的郭小冬让人捧腹,这时候知道该怎么对自己的老婆了,知道自己的老婆抢手了,郭小冬像是把刀总裁上身一样实力护妻,这样的郭小冬好眠难怪程丽莎会这么爱他呢,如果平时也能这样对程丽莎,或者是平时也能很浪漫,很大胆的这样对老婆, 相信程丽莎也不会感觉到生活的不愉快了,虽然郭小冬这个人不懂浪漫,但是他程丽莎这一点是没错的,就是不会表达而已,而这一次被路人急发了醋意也是很有趣了,就像是小孩子一样,程丽莎的美丽并不只是外边含有内涵,他就像酒一样越品越有味道,虽然平时的穿着,也是将自己的包裹都很严实, 但是依旧遮盖不住他的魅力,不然也不会在大街上被陌生人求婚,郭小冬的心里一定是翻江倒海吧,一不小心将自己霸道总裁系致都憋出来了